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导员阿姨们的关爱下得到了满足 于是我肆意地使用他们对我的包容与忍让 大家都知道我在红宇参加了两届学员班 如果说第八届学员班的学习将我这片蒲玉去掉了杂志 但不得不说我只是学习了因果教育 我以为我懂了 但是我不会 不会应用 所以说第九届学员班的学习 才是真正地打磨了我的棱角 才是真正的塑造 才是我真正的提升 感恩一直对我而言是个比较抽象的词语 尽管第八届一个学期的感化 但也没有让我真正理解到感恩的真实含义 我会念 我会读 但是我不会用心感受 在这里 我真的非常感恩基地的教师和导员们 是您们一次一次地给我机会 让我参加完了这届学员班 不但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也使得我的人生真的实现了蜕变 回顾我在红宇的日子 来红宇的时候 是我人生的最低点 我内心压抑 迷茫 痛苦 抑郁自闭 半个学期的学习后 我学会了反思 经过了悔过 我就彻底恢复了健康与快乐 一开始 我还紧记着要点点滴滴约束自己 但是时间长了 身体好了 日子平淡了 我就懈怠了 也许这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吧 第九届学员班如期开始了 作为一名老学员 微微懂得道德与一些道理的我 有些功高我慢 只是知道不犯一些原则性的大问题 却没有仔细思考过 老师讲 观察思维才能有真正的智慧 我却忽略了这个步骤 于是我继续我行我素 我指我贱 说话直白 不考虑是否会伤害到同学 这样好的教育摆在我的面前 我却不会用 一次次伤害别人 一次次抱怨别人的不理解 然而我却不知道 这些被我忽略的小错 正在酝酿着属于我的不善的回报 我不知道 在我犯错的同时 导员老师们一次次商量着怎样帮助我 既不伤害到我的自尊 又能帮助我 我不知道 班级里的同学们 班尾们 也在一次次地包容着我 最终 因我多次违犯学员班内的规定 虽然全都是小错 但已经有了很不好的示范效应 所以 老师找我谈话了 老师们怕我越跺越深 也为了能让我学会反观自身 更好地留在这里 于是 老师们做出决定 让我暂时离开班级 并把母亲找来 让母亲陪读 起初 我有些烦恼 但是导员告诉我 这样才能让你更快速地成长起来 要珍惜这次反思的机会 要学会用实际行动 去改变别人对我的偏执与偏见 所以 我又重新有了努力的希望 经过这次我体会到 心态真的很重要 和大家分享一句话 你所遇到的一切不如意的人事 都源于自己内心记忆的播放 所以 一切都不是别人的错 都是我们自己的错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一般的惯性思维就是抱怨与烦恼 大家也应该发现这个不争的事实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不会善思维 在潜意识中都是恶多善少 老师也讲过 看问题不要只是停留在表面 我们要从多个角度去审视问题 这也许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现场我们悔过的分享 为什么现在我们才知道后悔 就是因为当年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视角 狭义地看待问题 只有走过才知道错 但往往都是太晚了 但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 你们很幸运 可以先得到这个教育 能学会站在更高 更符合段落人生的角度 去面对人生 去行走人生 希望大家都珍惜 不要像我们一样 错过了才回头 转变心态后 我很开心 我想这是一次机会 一次可以让我弥补孝道的机会 我开始反思我所做的种种措施和过失 我跪下给妈妈磕头忏悔 我让妈妈失望了 我也对妈妈诉说了二十几年 未曾说过的话 慢慢地 我开始理解孝的含义了 孝不是你买好的东西给父母 而是听父母的话 不让父母伤心难过 父母希望听到你跟他们诉说自己的真心话 这才是校 通过我每一次的小小的改变 家庭也发生着变化 父亲从开始的不接受 到现在开始读诵圣贤经典 母亲也是更加坚定地学习 并传播红语文化 她曾去六十多所学校给校长送光碟 所以我也是乘着母亲的厚德留到了今天 我感恩我的母亲 谢谢您 感恩您没有放弃我 一次次给我机会 以前的自己一直以来是活在别人眼中 我在意别人看我的每一个眼神 对我的每一句评价 所以我无比的累 甚至我会觉得 只有我努力处理好人际关系 得到别人的认可 我才可以创造我的价值 否则即便再努力也没有用 以至于我特别好面子 做事侧重点跑偏 甚至虚伪 禅曲 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也就是这种心理 让我在这个无私大爱的平台上 很多次地做错了事情 我每天带着自己给的压力 带着所有人想要的期许 做着无论我多努力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因为老师说过 人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但至少你要问心无愧 也正是通过反省期间的冷静思考 我才明白老师这些话的意义 只有做最真实的自己才能自在 若自己都不能自在 又何谈给人带来快乐 我无法表露真实的自己 又何谈让人真诚待我 而我的所作所为 也没能做到问心无愧 回头想想 我有多少努力是真正用在学习和工作当中 一位智者曾说过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 因此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 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青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没有标准答案 每个人都应该去心里寻找自己的答案 让自己的青春不要虚度 不要荒废 所以我们要把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用来传播善的教育 现在我明白了 我痛苦的原因是因为我失去了目标 我把它建立在了一个没有根基的 听到任何一个不同的声音 便可以改变的基础上 又怎会有高度 又怎么能够长远 老人常说 要立常志 而不是常立志 但我恰恰是后者 所以我迷茫没有方向 是老师们说的不忘初心 方德始终提醒了我 我在想 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才留在这里 是为了改变自己 为了完善自己 为了利益大众 所以很感恩这次失败 让我明白了 与其活在怕犯错的惶恐观之中 不如运用红语文化努力行持好 不能畏首畏尾了 让我找到了方向 明确了目标 与此同时 静姐又一次给了我 我曾经并不知珍惜的机会 在这几天论坛当中 参与工作 为大众服务 感恩教育基地的老师 教官 辅导员们 一直以来为我们付出的所有 更加感恩你们 在我最迷茫的时候 所做出最明智的决定 这次 我真的学会了感恩 也真的明白了 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是这样的快乐 感恩有你们的批评 帮助我成长 感恩有你们的陪伴 让我感受温暖 更感恩有你们的付出与大爱 在此次学员班即将毕业之际 我要留在这里 尽我的一份微博之力 为这个大爱事业添砖加瓦 我会用实际行动感恩回报 最后感恩赵老师 感恩宏语平台的所有人 感恩基地的教官 辅导员们 感恩大家聆听我的分享 谢谢